日本隊有接觸的狀況之下 馬來西亞隊的選手就不能做追擊 喔這個很危險 8號選手有沒有過中線 看情況看定 現場的話你可以看到他在身手這個過程當中 他嘴巴會不斷的唸 卡巴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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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裁判把哨聲響起 他才會停止 好 這個角有沒有回來 我們看怎麼看定 我們看到這裡3號的選手 高野玉在防守上面動防守 這個被釣到了 喔喔喔喔喔這個手能夠回來 過了中線 兩分 防守者不會主攻 都是等 像這個動作 日本隊是可能跳躍非常漂亮 因為他已經拆著 你就是要蹲在那裡抱他 所以 我們在之後賽事如果遇到日本隊這個6號選手 我們就要瘦一點 所以你不需要蹲那麼低 剛剛那動作好像是跳像一樣 直接跳過對方的防守選手 然後回到中線 然後漂亮 中的這個站位都太高了 所以他一旦被包夾的時候 整個人的重心在上 往前往中線這個衝的力量就沒有 所以他只要遇到兩個 下是由五名的防守選手 應該是 兩分 兩分 包括踩得分線 包括回到中線 接觸分 兩個接觸分 技很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場上 我們都會要求這個裁判在判決的時候 一樣就是6號選手做跳躍動作 我們都會請 裁判給予選手這樣的一個警告 是有什麼樣的作用的 或者是說 多次警告之後呢 有可能做出什麼程式 我們警告的時候通常 比較不會出現第二次警告 那兩次會有兩隊的這個選手 有一些爭執的狀況 那這時候 判紅牌的話 就直接判他出場 那現在一對一的防守 當然對馬來西亞是 不利了喔 所以現在這邊是被 喔 推出界外 推出界外 所以日本隊成功的防守 好 換日本隊第三波進攻 好 一定要 還有10秒鐘 唉唷 回去 唉 他 其實應該是 已經有踩到得分線喔 沒有那麼有把 想要回去 喔唷 像這個啟動喔 是屬於我們站位5號位置的選手 去做啟動 那 這個啟動是比較 不好的啟動方式 原則上應該是 我們畫很容易這個 日本隊2號選手從後面 對 抓腳 對 因為你重心太高 不管是抱你的腰 或者是抓你的腳 其實你都沒有那個 自動力已經都被 喔要逃掉 要逃掉 他認為有兩個選手 碰到他喔 兩名選手在做防守 有要跳躍了 回來 打下這一分 來 一對一的防 好 繞到後面來了 得分線有 回不去 喔 想要回去 回得去吧 哇 先出箭 先出到界外 然後再回到中線 所以這一個得分 日本隊員六人防守 後面 哇厲害 日本隊員他們的這一個防守的 左邊抓住 從後方守日本隊員最後也是乖乖的走出場外 在做完踢腳的動作之後 整個身體就失去平衡了 所以當然是沒有辦法回來 摸到這個 摸到 有 有摸到 所以有馬來西亞 抓人的動作也是四人的敏捷 上來一把抓 等分線 想要回去 想要回去了 但是最後是沒有成功 馬來西亞防守成功 抓 我們剛剛抓的這個動作 其實在日本隊7號的選手 他有 是6號的選手來做進攻 哎呀呀呀呀呀 回去囉 所以這一次呢 是 成功的放送 三波可能會有其中一波 在做一個休息的這個 過中線 應該是1比1 9號選手過中線 先出界 得分線 想要抓日本隊8號選手 測試做破壞 太深 太深 可以深入做 那剛剛馬來西亞這個選手 完全都沒有做這個動作 那現在日本隊這個動作 就做得很好 他一旦做了 往內勤的動作以後 動作算是比較扎實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馬來西亞的選手 他在做1號位置做測試以後 他應該沒有去除 他被襲擊了 不過現在看裁判的判決 他 主評判他認定 第一位進攻者已經過中線 然後第二個進攻者去追擊 就 等於是兩個人都過中線 所以這時候馬來西亞要試1分 然後 日本隊得1分 結果的話 就會產生接觸人 這時候防守者一定要抓 因為他太靠近你的時候 你不抓他 你就會被接觸得1分 好這個 要上去壓了 羅娜 4分 對 兩個選手都有碰到喔 兩個選手都有碰到喔 兩個選手都有碰到 這是一個很好的保護的動作 這個要上去壓了 Rona 4分 之後想要回去 回不去 哎呀 這個又是 一個 輔助位的這個 兩個的手 放開了 所以中 然後最後幾秒鐘喔 沒有得分機會啊 應該要回來 最後一秒鐘 回到自己的場內 不過 這場比賽時間 應該也是差不多了 因此 中場呢 日本隊就是以 56比 15的比數 相當大的 比分差距呢 擊敗了馬來西亞 比賽